現在呢我們來看一下 這邊有一個先發布一個出去了 那我先把它關閉一下給各位看 我現在這邊很單純的 像這樣子 只有一個這樣子而已 你有看到我有一個吐進來的嗎 有齁 好 那 專案檔你先儲存 再發布在這邊 他可以選擇你就直接發布到雲端 一樣的就傳上去他就變成一個MP4 就變成MP4 那他呢也可以變成一個視訊 直接就變影片 那比較特別就是你可以看到 我們這邊 576有沒有 剛剛我們有講過720P108MP對不對 這要付費沒關係但是這個大小是多大 1024 滑過去他出現 有沒有1024x576 也還夠大吧 對不對 好那 這裡呢一般你可以選擇就是MP4 好像這樣就好但是 其實呢 如果你想要他的背景透明 什麼意思 你稍微留意一下 其實我剛剛特別 把我的背景刪掉 你有沒有發現 我現在是背景空白的 不一定要背景喔 因為我可以跟我的OPS做合成 如果呢我們輸出的時候 我可以讓這段影片的 本來是白色背景就變透明 你看下面這裡 有沒有深層透明通道視頻 就跟我們PNG一樣 PNG是一張圖片對不對 這邊是整段影片都是透明的 這樣你就可以跟別人做合成 所以你 可以拿這種影片拿到哪裡 比如說你用過 威力導演 他還可以用 他就像圖片一樣 疊在上面後面就透明的 好但是呢他有一個限制就是他必須要用MOV這種格式 MOV 他才有 背景 事實上AVI也有 只是目前這軟體他不支援AVI的背景透明 所以如果你勾了這個之後他會自動把你切換到MOV 那我剛剛呢已經先輸出了 所以我給你看一下 OK我先調整一下我把上面這地方稍微裁切一下 不對用到那個了 這個才對 好 裁切一下 裁切一下 這樣可以啦 那我就把那個影片叫進來了 你看 我剛有做好一個MOV 我就把他丟到我的 OBS裡面來 有沒有 看到了 一次就沒有對不對 因為我很短 我點兩下 我讓他循環播放一下 你可以 比較久看到他 有沒有發現背景是透明的 這樣你了解 我知道 為什麼我要介紹什麼 什麼叫背景透明的吧 因為你如果想要跟別的 影片做合成 不管你用一般的標準解決軟體還是我們這種OBS 你要直播當然也可以啦 但是 你在教學上也可以這樣用 這樣有沒有比較清楚的 OK 好 所以呢 最後 最後要麻煩大家啦 我們今天時間到這邊也差不多 可能要麻煩各位您到上面 這邊 我們有個問卷 還記得我們這邊有個問卷 你進來之後 麻煩各位填寫一下 好不好 這樣 有沒有什麼問題 應該沒有啦 輕鬆愉快 不小心就學會了嘛 好 謝謝大家 謝謝 謝謝